歡迎收看 籌碼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機先 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貴福林 籌碼動能 我是謝忠麟 今天是12月18號 禮拜五 這個禮拜的最後一天 在節目開了之前 我先祝福所有的頭朋友 祝福大家在接下來的週休二日 大家都可以休假愉快 都可以心想事成 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大盤 今天大盤中場是下跌62點 量能829億 整理盤 大家頭朋友相對於昨天 相對於昨天美股的大跌 相對於昨天美股的大跌 台股今天這樣子 基本上已經怎麼樣 基本上已經算強囉 最高點還拉到快平盤 只小跌2點而已 所以它算是一個 它算是一個滿強的整理盤 不能說它弱 雖然說最後還是跌62點 但是其實它算是滿強的 這個盤 頭朋友我還是那句老話 不要看大盤做股票 盤看起來雖然說遇到一些壓力 但是你要看它到底跌 弱 是弱在什麼地方 弱在哪裡 現在我們已經講了不只一天 就弱在這個族群 這叫做金融國 一般投資人是不會有金融股的 但是金融股它就是不強 不強它把怎麼樣 它把昨天漲的今天又把它跌掉了 然後昨天漲的今天又把它跌掉的話 代表什麼 有沒有 就是這一組它還沒有轉強 那如果還沒有轉強的話 它如果不強的話 大盤你也說要去 因為它全值很大 全值很大 它還要去 它的全值很大 然後又轉弱 你大盤你要怎麼強 其實大盤現在已經算強了 有沒有 已經算強了 今天已經算強了 也就是如果說全值大的 它把昨天跌掉的話 今天還只有小 它跌65點表示 昨天很多漲上去的它是沒有下來的 特別我這樣說沒有錯吧 金融股全值很大 昨天漲的跌掉了 那跌掉了但是呢 昨天是漲多少 昨天不是漲130幾嗎 昨天漲130幾 今天只吐掉一點的話 表示很多什麼樣 很多昨天也上去的 今天其實沒有掉下來的 那沒有掉下來 我們昨天還跟大家說 你觀察個股你要觀察什麼 觀察這一支對不對 他沒有創新高 他沒有創新高 他不是創下新高了嗎 如果創下新高的話 以中小型股的角度來看 以中小型股的角度來看 請問這個大戶到底是看多還是看空 他看多還是看空 看起來他不是看空對不對 因為如果說他要往下掉的話 因為這解禁兩天了 解禁兩天的話 往下掉的話應該早就掉下來了 因為解禁之後 這個價位是非常好出貨的一個位置 特別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漲了一大段 如果說他要出貨的話 這邊很好出貨 很好出貨 為什麼他沒出貨 還給你創新高 所以同朋友 對於大盤一樣做點結論 他現在怎麼樣 他現在就是整理盤 整理盤全資的金融 又表現不好的情況之下 表現不好的情況之下 但是無礙什麼 無礙個別股表現 所以是不是要以個別股表現 這個地方來做出手 而不是把這個焦點放在大盤 同朋友 那個別股表現 今天是禮拜五了對不對 請問你這個禮拜做得怎麼樣 你今天怎麼做得怎麼樣 今天禮拜五囉 我相信應該是要來驗收一下嘛 看這個禮拜我跟大家說的 有沒有幫助到你對不對 這是我們今天一個訊息 今天一個訊息 我現在如果說你有來台股來就發 88988的話 我們一直都跟大家提到什麼 都有跟大家提到 你可以去那邊做驗證嘛 這是我今天的 今天一個動作 在12點46分的時候 就是什麼 2455全新嘛 之前有加碼朋友 可於48.5以上 先加加碼不會獲率出場 就是我們之前有加碼 加碼先把它出掉 然後然後拉上去整理整理 加碼不會出掉 然後後來收在48.2 也就是什麼 同朋友這次是 今天是大漲喔 那今天大盤怎麼樣 今天大盤是跌喔 大盤今天跌就他大漲 加碼單 同朋友我只有出加碼單喔 加碼單獲利放口袋 今天全新表現怎麼樣 同朋友你聽我講 全新講多久了 應該講一段時間了對不對 他今天 同朋友我問你啦 這個是多方的股票 還是空方的股票 應該是多方的股票吧 因為他是一路往上走啊 不是嗎 一路往上走對不對 那現在一路往上走的話 你對照這個大盤 這大盤 這大盤是一路往上走嗎 不是嘛 所以呢 所以現在這個大盤裡面 雖然說盤勢是比較弱勢 但是個股裡面他是多空並存的喔 你要做多做空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說你有一套方法可以把 會漲的股票找出的話 其實你做多是無所謂的 甚至於我們剛剛跟拉提到的 這支就創新高 你個股表現 大部分都沒看空 你在那邊 你有什麼好看空的啊 有沒有沒有什麼好看空的啊 那如果我們移到這個股票來看 同朋友 今天已經12月18號對不對 那12月18號的話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跟大家講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提醒大家說 你要留意這檔股票 同朋友一樣 你不要無我的意思喔 我不是在跟你說 全新好棒喔 好棒 趕快追 下禮拜趕快追趕快追趕快追 我不是在跟大家講 你趕快追這檔股票 我也不是在跟大家吹噓說 這檔股票多好多棒多厲害啊 什麼接到什麼訂單啊 怎麼樣5G又怎麼樣5G又怎麼樣 我不是在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其實股票會漲 它有一定的因子在 你只要把這個因子找到 其實有時候操作它是 沒有那麼困難的 雖然說找股票的方法很多啦 找股票的方法很多 但是呢 你把這個複雜的東西把它簡單化 如何選股 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 消息面孟高中跟問聲明 這麼多種方法其實重點就是三個 可以量化 可以重複 可以提高勝率 他就這三個東西而已 那既然這三個東西的話 我們今天把加碼單放口袋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提 全新我們是怎麼出來的 投票我相信 你要的不是老是在節目上跟你吹噓說 你看我的全新很厲害 很厲害對不對 你看今天大氣而已 今天大半了 我的股票又氣有厲害嗎 你要聽的應該不是這個東西 你要聽的是什麼 我們怎麼把股票選出來的方法 從12月1號開始 我們跟大家提到什麼 這是我那天的選股 一直賺跑出來的東西 跑出來第二支是什麼 你看國塑 什麼益金 益金最近不是那些叫 全新嘛 全新在這邊嘛 然後洪捷科嘛 千富大疆 投票你可以自己操縱 投票你可以自己去看 當然我每天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我會再錄一個索馬視頻 告訴我的會員 這是哪一支股票你可以留意 但是以這個部分來看就是全新那天 我們怎麼樣 那天跑出來了 跑出來 投票這個東西我沒有跑出來 我有設一些條件在 這個條件 如果說你要給他簡單一點的 四個字就是籌碼動能 我有設了籌碼跟動能的 條件在裡面 也就是他股票會漲的因子 有籌碼沒動能 表示他還繼續整理 還要繼續吃貨 不要理他 但是他籌碼跟動能 如果配合得好的話 表示他要開始發動 開始發動的話 當你看到獵物在動的時候 就是券商進出錶 他已經開始不太對勁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要趕快做動作 所以12月1號的時候 我們開始跟大家說什麼 我們12月1號我們出來 然後12月4號 這是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說的 新貨A 請你再次多留意 新貨啦 新貨啦 請你多留意啦 這個請問是不是底部 我知道你不想追高 但是這個突破警線 請問他可不可以買進呢 可不可以 可以嗎 你先來看但是可以嘛 但是呢 但那個時候可不可以 這12月9號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驗證說 新貨A要跑上來了 那個時候其實盤沒有說很好 在12月14號的時候 我知道這一天大盤很差 有沒有跟大家驗證什麼 我知道你很害怕啦 因為很多人是看大盤做股票 這我也很清楚 一起看 12月14號 在這一天 大盤在這個 哇 最低點的位置 以目前來看是最低點 我們當時也跟大家說 這對稱已經結束了嘛 對稱結束這個地方 我知道是市場很恐慌 市場很恐慌其實他就怎麼樣 物極必返 物極必返嘛 匹極太來 聖結而衰 宇宙間的道理 意見的道理其實都是一樣的 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這不是人做的嘛 而且人做 人不是宇宙間的一部分嘛 所以呢 所以其實這事情都是一樣的 這個地方 他的物極必返就開始大了 開始大了 我知道 要開始大了 不過股票呢 股票我知道你 這個時候基本上已經沒 在成本附近啦 沒有拉開 很多人都想要賣掉 為什麼 因為你電視打開 都把他在砍空 不是嗎 同朋友你回想看看這一天 多少人跟你砍空對不對 放空都大賺嘛對不對 現在在跟他挨揚 同朋友 這個東西不是我們談論的重點 我只要跟大家說 在這麼恐慌的時刻 我們節目出來跟大家說 這個股票就 大貨有在買啊 深藍色代表大貨出股比率增加 而且他是往上跳的 沒有錯嘛 上面這個是投信 投信跟大貨出股比往上增加代表 其實這個股票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既然沒什麼太大問題的話 那就怎麼樣 12月17嘛 就前天嘛 昨天啦 今天18嘛 昨天17嘛 他就開始往上漲 昨天漲了135點嘛 他開始往上漲 他往上漲怎麼樣 代表什麼 整理結束往上動對不對 那整理結束往上動的話 來投朋友看一下 這是我們 全新這個月的抗訊 12月1號 新進會員25全新試加買進基本池股 尊特先買 尊特先買 然後呢 再過一天 245全新44.7上下一檔買進基本池股 普通會員也進去買 因為這次股票會漲 籌碼也夠一起買沒有關係 再來 新進會員245全新44到44.5買進基本池股 這是在幾月幾號 這是在12月9號 買進基本池股 舊會員可量力加碼 買買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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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碼就對了啦 那加碼的話 如果說你從這本來看就是買在43跟44多對不對 那買在43跟44多的話 今天我相信你看到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加碼單先出掉 加碼單在哪裡 在44對不對 485以上嘛 485以上就是 算是塊嘛 算是塊買一張就4千嘛 買10張就4萬嘛 有沒有 其實操作就是這樣操作的 就是 我不能跟你保證說買了一定馬上漲 當時盤好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們也跟大家提過 3324雙對不對 你盤勢沒有太差 盤勢還在整理的時候 買進去就是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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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這拉得很快 但是當盤勢不好的時候 盤勢不好 我幫你選的股票 一樣有充滿跟動能 只是呢 只是有時候它就會什麼 有沒有 只是有時候它就會被 被大盤給拖累到 你如果是大盤 你如果是主力在盤勢的時候 你還要有充滿票 那有辦法給人家空嗎 當然 如果說它硬做也沒有關係 但是呢 但是如果盤那麼差的話 我就等盤好一點 穩一點再來做就好啦 我何必這個時候 拼拼拉拼拼拉拼拼拉 拉起來 說實在的 拉起來沒人跟 一點意思都沒有嘛 但是我們不知道跟大家說這東西 同朋友 我在跟大家講 全新 甚至我們之前跟大家講 雙紅跟大家講兩尾 都是在講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什麼 你有沒有操作的方法 你要擁有操作方法 你才會有賺錢的能力 有沒有擁有操作方法 你才會有賺錢的能力 那 為什麼我會找到這些股票 有沒有操作方法是什麼 從馬動能 我的一指賺選股系統 其實他在講一樣東西 叫做 股票到底在誰手上的觀念 這檔股票有沒有莊家債的概念 有莊家債的話 股票在大幅手上的話 有利多很會漲 有利空可能不太會跌 所以呢 所以同朋友 那接下來做什麼 接下來做什麼 一樣 我們現在一指賺還是有新貨 而且有幾支我認為非常不錯 最近的法人也開始在注意到 好朋友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我跟大家講的股票 如果說真的看錯的話 我一定會停損 甚至於我相信 你如果說你看我節目一段時間 我看錯我也會在節目上 我看錯了我要出場 但是這個機率是很小的 因為我講的是一個勝率 勝率有八成九成 基本上在市場裡面 就可以賺大錢 但是今天錯了一直賺 有沒有這幾天錯了一直賺 重複有幾支股票重複性很高 那重複性很高表示什麼 表示目前大戶正在鎖定 既然大戶正在鎖定的話 其實我這個地方 我真的真誠的邀請你 雖然說目前的大盤看起來還是 還是有還是不怎麼樣 但是呢 請你把焦點轉移到 這些會漲的股票 這些這些股票上面 他們其實都有一個共通的邏輯 叫做籌碼在大戶手上 你可以找到這些股票 當然恭喜你 你找到一個在市場裡面 可以穩定持續賺錢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沒有的話 一直賺 有新貨 邀請你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會回來 來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亞洲頭部 27年來 一直秉持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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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諮詢電話 0800615588 0800615588 歡迎光臨 這是 這是MIT微笑標章的零型吊牌 上面有MIT微笑標章 產業別圖騰 驗證機構 還有標章編碼 哇 小小的吊牌上 有這麼多清楚的資訊啊 如果不放心 還可上網查詢喔 都掛保證了 那我來挑什麼呢 挑款市集顏色啊 任名駕蕩的MIT 安全健康 值得信賴 賴斯堡是最認真 最專業 最瞭解 國際趨勢的立法委員 賴斯堡委員在台北市 聽澳 花博或任何需要協助時 總是義不容辭 全力相同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 這是我們立法院 很重要的資產 最優質的立委 賴斯 歡迎投資朋友回到現場 這是我的操作流程 SOP 前天晚間掌握標底 不會亂槍打鳥 隔日設計教會經常佈局 拉開成本即可自行獲利入袋 或等待虛擬通知 那如果不如預期呢 不如預期就是10%會提升點 再把上面這些動作 再把它重複一遍 同朋友 我是每天都在跟大家報告這個 這個東西不是口號 也不是我寫好完的喔 我一直在做給大家看 因為我相信其實在股票市場裡面 一定有一套方法 他是可以大賺小賠可以穩定獲利的 我不敢跟大家說什麼 我的股票買了 馬上去 馬上漲停板 如果說你要求我股票買了 我一定要馬上漲 拜託你 你不要來找我 我也沒辦法做到 你說老師我每次買了都要馬上漲 我沒辦法做到 老師我買了股票都不能停損 我也沒辦法做到 你去找別人 我上家左右可能會有很多這種人 每天都是漲停板的 每次股票買進去就馬上漲停 每次股票買進去就馬上漲停 每次股票買進去就馬上大賺 我沒辦法 我要先跟你說 你如果要找這種人 你可能要去找三太主 找關聖一波山 在那叫做謝忠林 我沒有辦法像三太主一樣 買了馬上去 買了馬上漲停板 每個人都買了 你如果是有學的就像我老師 你來跟我說 我來跟我說 我也去參加 這個我也不用做 這樣好不好 那一樣我們就跟大家說 其實我在跟大家示範的是什麼 我在跟大家示範的是 最真實的操作 那你要看假的嗎 你要看假的嗎 我可以跟你演 同朋友你真的知道嗎 我也很會演 要演的話我也可以跟你演 每天跟你演漲停板 但那個沒有用 出去被人家吐口水而已 但是我相信 這個東西也不是你要的 這個東西也不是我要的 我給你呈現的就是 我最真實的操作 那我這個我最真實的操作 有沒有辦法幫助到你 有沒有辦法幫助你賺到錢 你自己去評斷 有緣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合作 沒有緣的話 你就怎麼樣 你就慢慢的觀察下去 你就慢慢的觀察下去 我也不會強求 就緣分沒有到 強求也沒有用 對不對 沒有錯嘛 騙子那麼多 真的遇到一個不是騙子的 你也認為他騙子 那就沒關係 你慢慢的驗證下去 這是11月27號 我們一直賺提示的 同朋友還是一樣的動作 股票如果會漲的話 其實你也不用那麼衝來衝去 那麼弄來弄去 這11月27號一直賺提示 導播都拉近一下 我們那時候跟大家說什麼 說良緣對不對 11月27號 導播我不是在賣你軟體 我知道訪見也有很多什麼 也有很多在做軟體的 但做軟體你去想一件事 1600多張股票裡面 每天按下去做選股的動作 選出來到底是幾檔 二三十檔對不對 我可以把這1600多個檔 刪選成就是這麼少 而且我這還有 還可以篩選 如果說股票多的話 我還可以篩選 篩到後面可能剩一隻兩隻而已 千中選一 我是可以這樣篩的 只是也不用篩 就三隻而已有什麼好篩的 就是一隻兩尾 就跟你講兩尾 在11月27號的時候 同朋友 東西出來就要怎麼樣 就要做動作 兩尾 27以下買進基本持股 11月30 這一天是禮拜五 禮拜五沒辦法做動作 所以禮拜一就開始動 27 我們兩位已經講 講很久一段時間對不對 既然講很久一段時間的話 27在這邊 27在這邊 30在這邊 當天是276 再來衝到34塊 再來是盤很差 但你會發覺盤很差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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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面 他怎麼又跑到318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 有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跑上來 為什麼大盤這麼差 為什麼大盤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股票是這個樣子呢 為什麼 股票怎麼選出來的 朋友 不是說他因為漲上來 或是說因為他很強 所以你看 我有了 我有了 今天有了 上去上去後面我有 不是這樣子的 股票你要有把它找出來的方法 我在跟他講的就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籌碼動能 股票到底在誰手上 股票到底有沒有莊家在 如果說股票有人在 有莊家在 他要符合動能的話 就會怎麼樣 我們的電腦就會跑出來 所以你不用浪費錢去買什麼電腦 買什麼軟體花十幾萬都不用 我會把我每天看到的結果 然後把它print下來 給你看 給你看之後 我會幫你做好分析 做好分析 告訴你哪支股票 是你需要留意的 不需要留意的 就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只要需要留意 那一兩支就可以了 一千百多張股票 留意那一兩支 那一兩支 老朋友 我在節目講的就是 我教學人講的那個 整支 所以你本來就說 老師你是不是只這樣漲的 我的股票就這幾支而已 我的股票有很多嗎 不是每天都講這個 這是一個操作的方法 老朋友 我一樣 再次聲明 我不是叫你去買兩維 我不是跟你報白 所以說他的籌碼不錯 他的基本面也非常不錯 但是呢 我不是跟你畫高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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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兩維你快去買喔 後面的夢多大多大 什麼USB301什麼什麼 講一道一有的沒有的 故事都沒有用 股票會長就是要人買 老朋友 高譜要去要有人買對不對 有人做到會去對不對 這是不是我們一般在市民上聽到的 高譜要去 就要有人做 要有人做 所以你不用去管那些 有的沒有的 奇奇怪怪會干擾你的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 一大堆會干擾的東西 其實你都不用理他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高譜要去要怎樣 要有人做 要有人做要怎樣 要有籌碼 還有動能 要不然做幾包不去 還是在做火鍋 所以就是這樣 籌碼動能如何選股 重要是他可以重複 量化提高勝率 所以呢這是一個操作方法 有操作方法才有賺錢能力 那我們30號買兩維 什麼時候知道 30號知道嗎 30號那天 戴抗訊的 我知道有些會員很相信我 戴抗訊反正我那個 索馬太懶得看了 反正都照抗訊做 有些就是他錢多 錢多 五支他可能買不夠 他喜歡買很多的 買很多的索馬事情 要摸看 摸看摸算 然後每天做那麼短線 所以呢 社會投票 不管你怎麼做 你要做五支 做十支都一樣 操作方法最重要 你要有把股票 選出來的能力 我再跟大家講就是 把股票選出來的能力 量能才是重點 量能在哪裡才是重點 衝划動能有一個就是抓量能 量能在哪裡才是重點 有沒有 這是我們現在買的 那現在買的有進有出對不對 我們昨天是不是有跟大家提到 跟大家提到我們在買新的股票對不對 新的股票今天還是一樣漲 小漲 每天都漲一點 每天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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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去啦 15號講的嘛 15號嘛 三支嘛 對不對 三支嘛 第三支是誰知道嗎 第三支是誰知道嗎 第三支是誰啊 來看一下 第三支啊 是不是聯亞 聯亞 第二支 我買的是第二支 聯亞比較高價 特別會員買而已 一般會員沒買 所以這個獎也沒有用 但是呢 一般會員 甚至所有會員都買什麼 買第二支 第二支 十七號開始跟大家說的 十六號講啦 十五號 十五號跟大家講啦 十六號繼續買嘛 摳訊在這邊 十七號繼續漲 今天呢 今天繼續漲 有沒有 慢慢漲 不用急 有些股票如果會漲的話 他不見得會漲停板 一直倒倒去 倒倒去 倒倒去 那 大盤有漲嗎 有沒有 大盤有漲嗎 有沒有 他現在漲停板對不對 為什麼他會漲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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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的股票 就選到三支 有沒有沒有選很多耶 不是三十支耶 三支而已耶 第三支 就漲停板了耶 十五號在這邊嘛 十六號給你買嘛 十七號混一下嘛 漲停板 你要有把股票選出來的能力啊 所以呢 操作的方法很重要 我一直在講的都是什麼 我一直在講的都是操作的方法 操作方法 你有操作方法你才有賺錢的能力 那 他還可以買嗎 朋友朋友 他還可以買嗎 如果說你資金大的 我真的勸你跟上腳步 朋友 如果說你資金大的啦 請問他可不可以買 會到哪裡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的東西 不代表我不知道 你真的想賺大錢的話 你真的想賺大錢就跟上腳步 我記得電腦還是有他 可以買嗎 前天晚上掌握標底 我前天晚上今天又有聯誼 大家還有別的嘛 你有沒有興趣 格式設計交易經常佈局 禮拜就可以設計交易經常佈局了 拉開成本 如果說你會怕的話 你可以資金匯率錄帶 然後呢 或等待我訊息通知 不如預期如果說真的 做得不順 那是股票 我還懶得 死炮停留點 然後再把上面的動作重複一下 頭朋友 我是不是都在做這個動作 我是不是一直在重複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成功的方法嗎 既然是成功的方法 張開摔手 歡迎大家 如果說你今年 前面都做得不好的 跟上腳步 今天我為各位 服務到這個地方 祝福大家週休愉快 下週操作順利 我們下週見 拜拜 總統支持朱立倫 立委 立挺 羅明財 亞洲投顧 27年來一直秉持 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珍惜所託 珍情照顧 咨詢電話 0800615588 0800615588 亞洲投顧 27年來一直秉持 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咨詢電話 0800615588 0800615588 亞洲投顧 27年來一直秉持 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咨詢電話 0800615588 0800615588 這次選擇 想看看 那要改善星話 榮星專業行 代管固問 0266371353 榮星 一肩躺起的是好几个招牌 我不能说打就打 龙兴专业银行贷款顾问 零二六六三七一三五三 龙兴 来者何人 来干什么的 到你这来娃娃 证件 请看 你们持用的是中华民国护照 对呀 我国人持用中华民国护照 全世界一百四十几个国家及地区免签证或落地签证 你们全团都是台湾人吗 我是台湾人 台湾人 欢迎欢迎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很高 金银家具 一次高温满百七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中文庆现正实施中 申田区应 当高层的高层的高层的高层